近日台军敦目舰队爆发群聚感染已有24人确诊 而且船上700多名台军官兵已经下船几天 去了不少地方 接触的人是难以估计 使岛内社区面临新一轮的感染风险 如果控制不住 很可能会造成疫情爆发 消息传出 民进党当局不是团结一致赶紧筛检防疫 从媒体报道来看 反而是各有各调互相指责 有召唤民进党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和防务主管部门出来检讨的 有呼吁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提前部署的 有让苏贞昌别再躲应该站出来的 有让台军所谓的三军统帅蔡英文出来道歉的 这个大家都是甩锅的好手 只是不知道这个锅最后让谁背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此时固然要追责 但是追责不是根本目的 根本目的是赶紧查出漏洞 然后亡羊补牢 重新扎紧篱笆防止疫情扩散 对不对 民进党当局的防疫漏洞 之前媒体就指出过好几回 一是双标做法 对欧美等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 是大门洞开 对已经逐渐控制住疫情的大陆 反而严防死守 你说这该查的不查 不该查的是使劲查 浪费了精力 搞错了方向 那必然就会造成疏漏 二是岛内没有实现完全筛减和完全集中隔离 可能台湾疫情防控承受能力有限 很多从外返台的居民只能居住在自己家 双美地区提供的旅馆都还不够住 台湾还有本地的几个案例没有查到源头 这些无疑都是可能造成疫情扩散的漏洞 第三就是无疑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 面对疫情不是未与筹谋做好准备 反而是以疫谋独 为加入WHO是各种上窜下跳 满世界的去捐口罩 拿出什么子虚无有的证据说 大陆隐瞒疫情 然后指责世卫组织 为了当美国马前卒也是拼了 谁料这个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自己吹嘘的防疫神话反而提前破了功 想尽世卫的美梦也是破碎了 我们建议民进党当局收起政治操作 病毒无情甩锅无用 何况民进党在岛内大权独揽 这个锅实在是甩不到别人的头上去 赶紧检讨一下疫情防控程序 该检疫检疫 该隔离隔离 防疫神话现在已经出现了破口 那这道防线守不住 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防疫信任度出现了动摇 这一崩很可能就是大崩盘 新华两岸快乐乐评 我是帅兵 再会